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珍必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师珍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生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平经济反网报》 今次我们讲讲一个挺心痛的 这是一个真是富裕国家,来自中欧的奥地利 奥地利在2019年 首都维亚纳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的城市 想不到今天这个城市很严重 他们现在新冠的个案是激增 在维亚纳医院的走廊 想不到印度的一个现象 在维亚纳在奥地利这个这么发达的国家 出现了 有些先人 因为走的人多 所以 只能放在 医院的走廊 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 你想想 奥地利 是富裕的地方 奥地利真的很富裕 而且住得很不错 其实 现在奥地利本来只是对 没有接种的人封锁 对不起 最新的政策是什么呢 是 准备全面封锁 全面封城 准备全面封城 昨天 奥地利政府 宣布了 从下星期一开始 两个 很严重的地方 撒尔斯堡 和上奥地利 将会全面封城 另外 我们看到 现在 他们也说 最多可能要 20天 20天 还有 他成为了 第一个 强制执行 要接种疫苗的国家 有没有 出动警务人员 或者军队 有 有 有 很认真 这次 根据最新的规定 从明年2月1号开始 所有奥地利人 一定要接种两支疫苗 违反者 将会面临巨额罚款 其实 昨天 奥地利的单日 新增个案 有15,145个个案 真的很恐怖 最严重的是 比之前 还未接种的年代 你真是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 所以你看到 令人 多心痛 真是令人多心痛 奥地利 也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当然 我们想不到 不要说 小国家就很容易控制 也不是 真的也不是 哈哈 其实 上年最高峰值 只有9,586个 现在接近多了一倍 想不到 当然 因为有些人口没有接种疫苗 所以只能用最强硬的手段 其实奥地利 这个国家 是900万人都不够 900万人都不够 只是很小的国家 所以想想 900万人都不够的地方 有15,000多个个案 已经很厉害了 作为 欧洲疫苗之中 比较低的国家 其实 奥地利的个案 当然是极增 现在它真的太大事了 每10万人 居然有 990.7人 是糟糕的 最近几个星期 这个国家已经 不断劝人去接种 不过 这麽发达的国家居然 两剂接种率只有66% 哎呀 那就糟糕了 难怪是这麽高 现在 现在算不算是第3波还是第4波 第4波 第4波 嗯 专家就说 这麽糟糕的情况 其实 奥地利 今天 或者明天 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数 可能会达到峰值 就有2000人 所以你看到 一个这麽小的国家 当然 你有大量人离开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那些先人 真的没有地方放置 真的没有地方放置 因为这个系统处理不及了 没错 没错 当然 奥地利的 政府就说 虽然政府已经努力了几个月 但是民众依然 是有些人不肯去接种 其实最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激进的反疫苗人士 还有就是 专搞假新闻的 阴谋论人士 使得大家 不想去 虽然 我们看到 现在奥地利的 重症病房 仍然是有一些成在力 不过 已经是差不多满了 搞到医护人员好难 还有 大多数没接种的人 奥地利 现在不希望看到第五波疫情 甚至更多 真的令人十分心痛 同时 奥地利亦会采取强制的疫苗证书规定 在新规定之下 没有疫苗证书的人 是不可以进入任何的餐饮地方 和娱乐场所 如果你强硬进入的话 就会500 欧罗等着你 这个罚款 商家亦会罚 3600欧罗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撒尔斯堡和上奥地利地区之外 其实 从下星期起 政府亦希望大家尽量留在 家里工作 Reverum Hum 但是学校 将会保持开放到12月12日 我觉得不可以 有些冒险 是的 由于离开的人数太多了 所以 在维亚纳的一些医院 只可以将 离开的先人 放在医院的走廊 真是令人心痛 一位护士就说 真是对不起 周末 离开的人实在太多 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真是负担不过来 我们只可以这样做 真是心痛 路透社就说 上个星期 欧洲 占全球 7天平均感染数 一半以上 至少 而且至少 占 离开人世 的人数一半 即是欧洲是很严重的 我们看到欧洲真的很严重的 另外我们看到 上奥地利州州长 托马斯 斯特 以策 他也敦促联邦政府 实施 一些 更加严格的措施 包括全国范围内 关闭 非必要商店 和接待场所 说他 还狼死 他说 我们回算的余地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小 如果星期一 联邦政府还没有全面封城 我们 在上奥地利和 轮近的撒尔斯堡 可能 会持续数个月的封城 各州的州长 亦在 昨天开了联邦会议 讨论全国封城的提议 反对党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 伦迪 瓦格纳 支持这个计划 很多人 认为 因为奥地利 12月 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 有 雪梟滑雪和滑板滑雪 可以有60万游客到奥地利玩 所以能不能回答 他们现在想着短期封城 快点压制疫情 之后等别人来 今天20号 其实 荷兰国镇银行 说 冬季体育运动占奥地利 GDP 比例 有4% 那么厉害 所以他们想着 压制疫情就可以 那些人回来 玩 但是 这段时间很难 我认为 以往也要 一两个月 还要很严格 没错 看起来也很严重 我们看到 当然来自英国的 数据我们也看到 过去24小时英国 过了40,000 还差不多45,000 英国也糟糕了 英国的确诊数是多少 44,242 7日平均上升13% 走走的人有157人 英格兰就说他们的丫值 没什么变化 0.8到1 和上周一样 同时 最新的数据就显示 10月份以来 根据英国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每个星期 社区乃野的人数 已经是首次突破100万 但是 和过去几个星期 相对 平均狀况不同 县洲是进入了挑战期 如果控制不好 欧洲可能 面临着 100万人入院 30万人离开 这个世界 的情况 我们看到来自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的教授 他说随着欧洲灭临新一波第四波 当然了 疫情其实单单是德国 就已经有28万人可能要送去医院了 另外如果再不进一步收紧措施的话 欧洲致命率和住院率可能几何级上升 当然了 奥地利就是最大惑的 荷兰也是国布封城 另外我们澳洲识尼大学传染病建模师 这个是很厉害的 全世界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做这个疾病的数学建模 Shell Charm 她说 数字令人感觉到可怕 不过她可能大面积这样再上升 也可能会下降 这就是废话 不过她说大家都一定要意识到新冠是未结束 新冠是未结束 研究人员就收集了19个欧盟国家不同年龄段 离开这个世界人士的数据 并且预测了2021年11月每个国家的感染数 这个数字和接种率一起用来计算 没有免疫力人群的比例 其实这份报告就强调当然这是最坏的情况 但是接种率低的国家和老年人 是会首当其冲的 我们之前说过的最大话是哪里呢 罗马尼亚 每一千人当中 就可能会有八个人入医院 哇,很高啊 而英国反而好些 不过你和最差的比 英国在一千人当中都没有一个 德国大概有28万人可能进入医院的ICU 而丹麦这么小的国家都有6300人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医疗系统是会不升负荷的 另外这份报告也说 当然是一个令人不寒而律的警告 就是即使 是接种率高的国家 依然有可能会有大量的人住医院 和离开这个人生 不过这是预测最差的结果 最终都是接种接种再接种 最重要就是接种疫苗 研究人员就强调 这一项研究的局限性 以及有些事情是没有考虑到的 就是可能 亦都有比Delta更加大惡的东西出现 没有人会知道随着时间推移 如果出现一种新的变种 或者更具传染力的其他东西 我们的免疫力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 会大幅下降呢 这个我不知道 另外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的 费格逊教授 我们经常说他 就说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是有不同的 重新 采用的更加严格的措施 其实英国 是有点不同 他就认为英国不太可能经历 和去年 那么大获的 冬季大爆发 你说我又不太相信 这个很难说 好像很 很乐观 过分乐观 真是的 他就说 英国自从新冠以来 已经经历了三次封城 废格逊教授就认为 英国已经是成功 推出了第三势加强势 好像不是 你是推出了 但是你不是成功推出 对了 他就说接种率上算高 而且英国的感染率是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所以 大家自然 免疫水平更加高 就是让别人买了 这样也可以 另外 帝国理工 追踪英国的疫情 就发现 其实英国的 最高那一波已经在10月出现 不是呀 今天4万4千多 差不多4万5 任何地方 你听到每天的确诊数字 4万4千多 你会觉得是低吗 就是了 有没有可能 100,000多已经有很多人害怕了 没错 他就说 主要是因为 无法 接种 人士 就是乙童的 最高的 我们看到最新数据显示 英国的感染率有所下降 但是 其他专家说 这个趋势不一定是保持下去的 刚才说到乙童接种的计划 其实 星期一开始 英国政府就宣布 16到17岁的儿童开始接种第二剂 被认为 是整个冬天的 防疫大作战的重要一环 卫生大臣 贾维德 亦要求英国的 国家医疗系统做好准备 现在就准备 800个学校 疫苗接种点 就会临时帮 几万名儿童接种 这也是好事 英国卫生安全局就通知 12到17岁 曾经买过新冠的儿童 12岁才接种 亦比成年人4周的间隔大大增加 不过泰吴时报就担心 会不会 太慢了 这个速度 看看他们的专家怎样研究 这个 我就觉得 看到奥地利这样一个 这么先进的国家 都会出现 这样的大事情 哎 想不到 他们都可以受到 就是那句 都是受到 一些迷惑 受到一些 叫做一些假消息 最坏就是假消息 嗯 最坏就是这样 另外 我们之前说过 Delta 变种 新分支 AY 4.2 其实 有研究出来了 就发现 它的感染力更加强 但是 更不容易引发症状 现在 AY4.2 这个 比例 已经是占到整体的 英国 确诊数的 10% 而且在9月份 开始每天都增加2.8% 不过 虽然 舌头的人一直上升 但是似乎不太可能 比Delta 本来的变种更加容易引起 这个症状 不过 不过 专家 亦都说 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这个是初步调查 初步的研究结果 也是那句 有疫苗就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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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其实科学家分析了 英国各个地方 10万份 烟式纸样本 大多数 都是在 10月19日 到 11月15日之间取养的 在这10万民众当中 大约有11.8%的人士 攜帶了 Delta AY4.2 这种 变种 但是 只有33%的人出现了典型的新冠症状 包括发烧持续 咳嗽 还有 美国臭角爽失等等 科学机构 REACT-1 的负责人 Paul Delta 他就说 AY4.2 似乎 比其他更加上见的毒株更具有传染性 但是 依然不知道为什么 传染力那么强 但是 似乎 确实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 这是个好事 另外一位专家学者 Bunali教授 他就说 咳嗽症状减少有助于 病毒传播减少 但是 亦可以令到人 放松 放松警惕是很严重的 一放松反而更加容易传播 因为 大家出现症状之后才会去做检测 他就认为 这个调查并未揭示谁有AY4.2 有可能 是年轻人当中的人群 年轻人 本来症状是不明显的 或者在平均 疫苗接种率更加高的人群当中传染 也不出奇 所以 要进一步研究 除了Delta 的结论之外 他们也发现10月份比9月份 的感约率 是有所上升的 但是似乎峰值已经出现在10月 20到21号 之后就急剧下降 你应该是没看这个数据了 其实研究人士就说 55岁以下无论是成年人 还是儿童 的感染率都有所下降 这个结论 和最近英国国家统计局 Ontz 的数据似乎是 趋势吻合 结果亦都表明在这个期间 英格兰 新冠感染率是1.57% 65岁的老年人感染率比较低 但是比起9月份公布的 数字 其实依然是翻了一番 Donali 他就说 去年大约在这个时间 亦都出现了类似的个案下降 不过学者就提醒 这个可能 仍是和学校的 Met Term 即是其中 假期效应有关 因为大家没有上学 这一项研究 亦都解释了 第三剂加强剂的影响 结果就显示 新冠疫苗 第三剂加强剂 可以降低大概 三分之二的 染疫风险 很厉害 在8300名 接种了加强剂的人士 只有30名 即是大概0.36% 接种了 两周后依然感染 相比之下 有700名接种两剂的人士 再加上第三剂加强剂 依然是十分好的 当然 现在 都是需要其他大量科学证据 再去证明 这些是初步的 结果 只希望大家有疫苗就接种了 只希望大家有疫苗就接种了 但是英国真的有些 不怕 什么都不怕 因为 去年海德公园加连华 就是 Hyper Winter Wunderland 其实去年 停办 怎知今年正式回归 今天正式有了 今天已经有了 那么大堆人去聚集 行不行 其实今晚已经有了 今晚 有摩天伦玩 过山车 亦有Fish and Chips 亦有圣诞堂果买的 从室内到室外都有东西玩 可谓是 有前无后 嘟嘟罢咒 是呀 真的好像是 其实 开放的日期也颇长 由英国时间 2021年11月19日 到 2022年1月3日 贝日从早上10点开始 到夜晚 11点 聖诞节当日除外 喂 下一次也不怕糟糕 真是麻烦 现在欧洲 大声 你现在还搞这些几夜会不会 哈哈哈 我都比较担心 我就劝各位汪友尽量 少点去这些地方好点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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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